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 那么相信各位对这一次来台的官选 都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台湾人民对选举的热情 对国家未来的关心 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坚持 胜选后第一时间 美国 英国 德国等至少60个友好国家表达祝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 台湾和美国人民不仅是伙伴 也是同一个民主国家共同体成员 甚至称呼蔡总统 感谢小英与美国发展稳固伙伴关系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也表达 台湾是重要合作伙伴 希望更进一步深化台日之间交流 去的三年在台美共同的努力之下 两国的关系达到历来最好的状态 美国霍福斯特拉大学国地法教授古举伦评论 台美关系从2016年的非官方到2020的合作伙伴 都反映出台美关系为妙升级 然而台湾和美国互动更进一步 唯独这个国家很不开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此表示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事务 有关国家的做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三英文胜选后难题接着来 身上扛着817万选民的支持 是肯定也是考验 三英新闻连辆线增加轩 台北报导